瑞芳九份的灯笼老街一直是国外游客特地前来拍照游玩的景点 但是每到台风季灯笼就容易破损还有不见 经过从文理干事的反应 一元零一期服务处也前往会刊 并且允诺要提供20万元的补助 改善九份商圈连移会门面与灯笼的修缮 希望能够提供观光客更优质的旅游品质 从派出所沿着树旗路往上走 垂直角度大 回眸的深奥湾台景令游客们心旷神怡 而头上的灯笼更是一大特色 来到申明戏院广场 一大串灯笼映入眼帘 各国旅客抢着打卡 然而有的灯笼却有破损 甚至只剩灯泡令人惋惜 九份的灯笼已经算是国际观光旅的知名的夜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每年的话都会台风过后 然后它破损非常严重这样子 然后为了保持这个国际景观 说实在我们协会 每年的费用大概都要三十几万这样子 然后所以这一次的话 就请林议员这边 非常感谢他来帮忙支持 然后我们这次灯笼修缮 然后维持这个国际的景观这样子 此次是远离一起服务处与公所 特地前来关心九份商圈联谊会办公处的现况 除了树崎路基山路的灯笼将进行修缮 商圈的门面掉漆注食严重 也缺乏服务台为旅客解惑 希望能有更完善的机能 让九份的观光品质得到提升 那刚整个会看下来的结果 那包括我们整个树崎路的灯笼的一个修复 那包括我们商圈门面 跟我们整个商圈的一个设备 那大概由议员这边提拨二十万来做一个支应 那希望让我们整个商圈的景色 那能够更好 打开开关 灯笼的电力及一般修缮 都由商圈联谊会提供 能有一元的补助款 相信让灯笼老街更有能力修缮出新迹象 也让各国游客得到更好的游玩回忆 记者稍后文瑞芳采访报导